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 下午在喜来登饭店 宣传魁伟五年的小巨蛋演唱会要开始了 这次呢 其实他开场撞起的是阿妹的大巨蛋 不过呢 郭富城也表示祝福 他现场最近谈话 我们连线记者汪情话 好 香港天王郭富城魁伟五年 要重新来到台北小巨蛋开场 我们来到台北喜来登的饭店记者会现场 可以看到这边一块块的力牌 就是郭富城他往年的记者会 售票资讯 那今天郭富城非常的宠爱粉丝 是特别邀请粉丝入场 跟他一起上台拍照来同乐 那么这一次在香港场结束之后呢 郭富城第二站巡回就选择台湾 因为他说台湾就是他音乐的起点 而他在台上受访的时候 也提到了离世的母亲 让我们先听一段他的访问 我十岁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妈妈年纪也大了 我觉得也希望他在白年归老之前 要看到我成家历史 我达成他的愿望 然后他也看到我们两个女儿的出生 妈妈在2019年走了 其实对我来说 非常舍不得 我希望他能够可以看到每一次我脸上 都会看到我的表演 希望能够跟妈妈在天上面能够看到 我还是继续的努力去做我的没有工作 好我们可以看到郭富城刚才在台上 虽然戴着墨镜 但是他真的有眼角偷偷犯累了 那么记者也非常好奇了 这一次郭富城在12月27号到29号 在小巨蛋开场 其中有两天就和张慧妹 在大巨蛋的表演撞起了 那么郭富城也大方回应说 知道阿妹要到大巨蛋开场了 非常祝福他 也希望将来可以有一天到大巨蛋 为台湾歌迷带来演出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换棚内